昨天晚上是我来到新疆以来睡得最舒服的一天 外面40度的高温 我在房车里吹了一夜的空调 就像赖在床上不想起来 突然房车外面不知道什么声音 吓了我一大跳 干啥呢 原来是我老板有水枪在外面洗房车 这个家伙知道我有赖床的习惯 一定是在报复我 简直太坏了 等我叠好被子看我出去怎么反击他 一定要让他变成落汤机 可是开门的一瞬间我的心又软了 因为大林哥正在顶着高温做午饭呢 昨天晚上送了两个菜 然后我们热一热 隔夜的饭菜炒在一起 既不浪费粮食吃起来又特别特别的香 房车里的水我给你加碗了 你先冲个澡吧 然后一会就可以烧完了 哎 这一瞬间一肚子的火就已经消了 其实大林哥有的时候也挺暖心的 这次就不跟他计较了 香不香 嗯 香 吃完饭我们去超市 给你买点好吃的 再补给一下 过两天又走多公路了 给老板点赞